但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我去马来西亚,我去Penang的时候 我主要选择大排档,你以为大排档就没有师傅,什么叫高手在民间 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够贴地,我不是走高档路线的 所以这些人经常说我有时候讲粗话,你不喜欢你就走,因为我明明是埋草坚的 虽然我自己在草坚,但问题是说,你叫我讲上流社会,或者这些高级餐厅 我都可以讲给你听,因为以前在航空公司是受过训练的 而且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做这个资料搜集,你想知道什么 喂,死了,有人打码给我 娱乐半世纪,经典又贴地 说这个名厨,看看他什么材料 我介绍了给你看之后,我相信这个人会经常上报 但其实他已经接受了很多传媒和财经杂志的访问 也有CAPITAL这本是财经杂志的访问过他 很多访问的,有些大的时装杂志也访问过他 所以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听我讲娱乐八卦 这个人你没可能不懂,香港出了一个这么国际化的美女主厨 好,记得喝一口水 好,先看看现在几点了 哇,12点半,好,继续 因为最近他们无线有个男神厨房宣传有些新闻 我们八卦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看 有些人不看而已,但如果喜欢听娱乐新闻 有些新闻的人应该是要认识的 他有两宗新闻关于这个男神厨房的 我不是帮他TV宣传,但我介绍这位美女主厨 他来世很猛料的,陆续,我相信他有很多访问 好了,这里有一宗新闻 首先,周柏豪昨天在28号为这个新节目《男神厨房》拍摄录影 在节目上他还展示他精湛的厨艺 精湛不精湛我不知道 他说令到多位吃食的女嘉宾精神为之一震 他接受这个传媒香港01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我以为今天上来只是煮东西 原来还要学习如何跟女士沟通 事实上也是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暖男暖男 这几年十年八年都是流行的 自从这个浪漫满屋 男主角煮东西 现在很流行的暖男 这十年八年很流行 如果你懂得煮东西的男士 其实也是很受欢迎的 即使你是一个肥男 如果你真的煮东西 代表你多多少少都是一个细心的人 因为你煮东西要有很多 好讲心思 也是煮东西多多少少都要讲天分 你看到马克伦 这个法国总统 如果你有看我以前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2019年去耶路撒冷 遇到这位法国总统 他来跟我 我也是被他骗过手 加持加持 哈哈哈 榮幸 另外这个女孩也接受过 和欣文达 欣文达就是Yankanko 的男人 他叫他Martin 等一下会说到 其实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你知道我介绍过彭师傅 在三藩市 彭师傅究竟是我什么 是我的家人 他也是去过欣文达 看到欣文达 欣文达 他上过他的节目在美国 帮他煮东西 但是你知道 他说他美女而已 他就被他邀请一齐亮相而已 但是彭师傅和他一起合作的时候 他只是剪剪了 只剪了手 其他不给YShot 为什么呢 因为他希望人们 他免得捧你 免得帮你宣传 人在江湖 有些多多些有这些东西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 谁打了照片给我 是吗 OK C-Soul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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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看我以前的舊片 彭师傅很厉害 都是猛料 OK 不同时代 继续讲完这个 他说原来要和很多不同 学习和女士沟通 男神和女人相处 应该没什么压力 但是反之然 在家的身份 只有一个丈夫或者爸爸 不是的 夜妈妈的时候 没有情感 工作 做到好夜的时候 真的要饰演一个小偷的角色 回到他连脚步也要轻 不是的 回到他就说 我回来了 他说早上就会 说完无谓的东西 废话吹嘴 继续听完 他说在家里的地位很少 他说没有 没有阶级观念 但是我永远 都觉得他是最重要的 问起他的厨艺好不好 他自己表示 厨艺上可以 起码不会饿死人 神经病 你们就随便 说真的 你说拿个屎吃都吃 如果你打仗放进口 都不会饿死人 对不对 你回答了等于没回答 他说 但是他表示 他的家里甚少下厨 以前在家里 一说想烹饪的时候 已经被家人禁止了 不要搞了 搞了 一大餐又要洗 但是今天 就是这么大的厨房 任他发挥了 他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么差的 放手给他 我就觉得有一道厨艺 有一道门 而我呢 现在我就准备这道门 其实呢 我告诉你 这个节目 或者有些 有些呢 如果你男士 你说煮东西 可不可以说话 比较有内涵一点 比较有生悲 或者怎么样 用过脑才去回答 这些都写出来的话 简直是废话连篇 不如这样 接下来 我介绍这一位的 陈晓华 他叫Hilda 看看他的来头 所以他那些什么 以前做美女厨房 他们找周中 但是周中 叫做大叔 你不感觉到高级的 但是呢 他们今次厉害 因为做这个男神厨房 竟然找到这一位 那么出名的女名厨 他在入行 不是长的日子 但是呢 他的成就 真是比很多 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厨师 大家一起去看看 所以呢 周柏豪这些 所谓的嘉宾 什么美男 那些 全部都成为这个大企 买一遍 说话 一点内涵都没有重置 好像阿屎 说话 我介绍这一位 美女出场 这个新节目 除了有刀姐 郑玉玲和王苑芝 主持之外 每一集分别有三位嘉宾 大家炮制美食 虽然我不会看 但问题是 我今天介绍这一位女主厨 但是 其实呢 我希望他们作为 美男 男神 男神呢 不要说话 好像废话 因为男人呢 除了煮食有魅力 有时不出声 很专注做一样东西 都是可以很有吸引力的 我宁愿你不说 是不是 宁愿你做些东西出来 有些成绩 哇 那些人觉得 原来你煮食这么厉害 那样 你的美女厨审呢 那个女仔 或者可以扮白痴 人家当他可爱 但是如果 一个中年的男士来说 你扮白痴 人家是很作呕 没有了胃口 最低限度 我觉得是这样 不要扮 不要扮得意 好了 因为以前那些美女厨房 有周中和Kid 两位的厨师 担任这个专业评判 那今次呢 其中一位的厨师 叫陈晓华 Hilda 就是我剪了一些照片 这一位 他曾经跟过不同的米芝莲大厨 学习的 去过这个法国皇宫 实习为这个法国总统下厨 所以他今次是够资格 做这个评判 然后他接受这个 陈晓华 Hilda 接受的传媒访问 表示男艺人的厨艺 而惊讶 原来他们有很多秘技 他们隐藏了很多 这个节目我看到很多东西 他就说 早前 早年曾经在不同的地方 或者国家 学习的厨艺 直到最近才回香港 他说 我已经没有做厨房一段时间 现在做着 pop up 其实说真的 这么美女 不用常常躲进厨房 叫人生的经验 他说 其实呢 陈晓华的经历 一点都不简单 在几年前因为爸爸来世 其实他进了这个厨艺的世界 不是很久的日子 他说他几年前 他爸爸过世之后 他决定去追梦 就学习这个厨厨 学成之后 就继续到处去游历见识 在不同的米芝莲大厨学习 他还去过法国的皇宫实习 很幸运有机会 参与很多国宴级活动 都是烹饪路上很好的经验 当时他很幸运 法国总统真的住在那里 他每天 就是煮给他 这个法国总统和身边的人吃 一天两餐 不过他们昨天出席这个宣传活动之中的时间太短了 在香港的地方找他做主厨 所以有人找他回来 在法国总统煮食堡地的时间不算很长 我现在再说一些关于Hilda究竟是谁 他是一个2019年浪琴标香港美术大赛黑席的厨师 也是在I4FA国际厨师协会新委任的亚洲大使 也是在I4FA厨艺学院毕业 以及厨师服品牌Chefskills女性大使 亦持有攀任艺术大文憑和法国厨艺训练第五级的证书 并且跟过被誉为法国最出色的大师大使 Cristian Tettadio和著名的高饼厨师Antonio Baccia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是法文 以及世界高饼大赛冠军Peter Yeung 他本身不是读厨艺 他自己读的东西和煮食一点都没有关系 不过他自己一向都是他爸爸很疼他 最初希望在大学的时候修读fine arts的艺术 但因为他爸爸的关系 他自己就选择去美国修读会计和艺术 而碩士课程同样是读会计专业的 虽然并非他自己的志愿 但他明白到爸爸都是为了着想 不过他自己毕业之后并没有成为一位会计师 而是成为了一个项目的统筹师 即是Event Event Organizer 亦从事关于活动规划的工作 虽然他曾经负责很多活动规划工作 这些就是最容易识人做PR的工作 即是PR做Event Organizer 在活动统筹之中 Hilda没有什么接触到餐饮的部分 所以他最终踏上厨师之路 当时他做项目统筹工作 他经常做好事 事实上是 做Event 那些你不要以为很可爱 即是忙到你瘋了 你又要安排一些场地 然后你又要 可能一些公司大一些 你又要处理很多不同部门的人 你等一会去开会 不如订个时间 你再打电话来 只要订个电话和一个人沟通 已经花那么多时间 然后场地 价钱 还要就很多人 话实话 我会赚钱 即是达到11万的订阅 我今晚会宣布 所以你们今晚记得Attent 我有些秘密大公开 今晚讲 10点半 继续讲完 讲开Event 我真的要约10个人 我已经拗爆头了 要遇到时间 我继续讲 所以和家人的时间 相处并不多 他的工作总是忙到 停不下来 时间不够 难以休息 和家人相聚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他自己觉得 生活总是很疲累和很乏力 后来他爸爸病了 他决定改变自己 下定决心去修讀这个厨艺的课程 他说 我很喜欢吃东西 但其实这个是遗传至他爸爸 他记得在小时候 第一次煮的东西就是出钱一丁 下午放学后 这是必备的下午茶 最重要的一定是麻油 连米枝和大厨都这么说 麻油 出钱一丁 然后 他记得自己不懂得开伙 小时候 当时在读小学 叫家人姐姐去帮忙 或者看有钱女 我猜他现在应该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四十多年 这样 接着 他说他想自己煮的 但很难吃 他真正对这个厨艺产生的兴趣 就是他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所以我告诉你 学无先后 达者为先 那句说话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几十岁 都不知道自己学什么 你才发展自己的兴趣 最重要是你用心 他说 不过因为美国的食物的份量实在太大 所以他煮食的时候 要吃一个星期 接着 不少的名厨都是男带出身 接着他并不知道男带在香港开办课程 所以他问了身边的朋友和厨师的意见 最后就决定修读法国的 不懂得读 Dissippus Ascoffi 可能是法文 不好意思 攀任的艺术文贫课程 他说当时有一班 最多只有十四个学生和两位的老师 所以这个课程对他的帮助是很大 而且很实用的 大家都知道 他自己趁着这个男带 应该要去外国其他男带的分校 好像泰国和法国都有 但是他发现了 原来男带在香港举办一些短期的课程去参加 他从中也发现了那些厨师的记忆力要超好 他们有一次要练习煮羊架 因为羊架一块厚度是不一样的 在焗羊架的过程之中 厨师突然去问Hilda 跟Hilda说 再过五分钟就拿出来 他问厨师 为什么呢? 然后厨师回答他 因为你那块是较薄的 在厨师身上学懂 或者生命的道理 即使在厨房之中有多忙 仍然要一眼观察 所以做厨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尊敬的职业 因为我说 在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在一个美国大学做的research 人生有三样东西做是最享受的 第三样是什么? 大家知道第三样是什么? 第三样就是性事 就是做爱 是第三样人类觉得是最享受的东西 我不是鼓励的 OK 可能他们觉得这个过程 第二样是什么? 第二样就是吃东西 食物 第三样是什么? 原来是被爱 爱情是令人很享受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research 我之前说食跡性也 所以我又和大家分享 我曾经看过一些研究 人家的研究数据 或者一些报告 人家问他 我们应该如何去称呼你 好像有这么多身份 他就直接说 你可以说我是做freelance 也可以说我是media chef media chef的意思是 他和这个传媒宣传的 是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创造的 其实他的样子 你说是不是很漂亮呢? 可能李嘉欣比他更漂亮 但是问题是 那种气质 如果他说贵气的话 这个人暂时经常在香港的艺人之中 我不知道他一看是硬照 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光 或者各样不同的条件 可能他自己 你看到他影片出来的样子 是不是还这么贵气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凭照片看的话 他那种贵气 现在我在这个娱乐圈是看不到的 如果我是一个色体面上的人 这个人的贵气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觉得他很有那种光滑 的aura 那道光 你们见不见他的气质 我想问一下那些男网友 你觉得这些女人 你觉得他很有气质 很有贵气 这个样子是挺讨好的 你还要是一个厨师进去厨房 骯髒的 他说普通的厨师 多数会站在厨房里面 就不会出去见人 或者见传媒 或者做一些幕前的工作 但是他的工作性质 就是会牵涉了很多这一类的范畴 比如说Media Chef Media Chef 他很多要应付传媒 大部分时间不是留在厨房 而是参与不同的本地 或者国际性的活动 跟不同的名厨去合作 见布或者见人的机会甚高 他说现在他做的工作 就是空焙部分较多 就是焗蛋糕那些 在料理路程之中 他发觉自己是喜欢甜品 多过咸品的 因为他自己喜欢吃 其次就是甜品 是一种可以用来完成整件事的食物 他说如果甜品不好 你只会觉得你吃完一餐 就是OK 但是如果最后的甜品 加上之前的菜式也是煮得好的 你就会觉得这一餐 我会再回来 其实他这个说话 是形容到他作为一个厨师 或者作为一个食客 那个心得 所以他说甜品 就会令人回味 再回味 很想再回回那间餐厅 或者那个地方 他现在也说自己是一个 什么 咦 为什么好像停了 哎呀死了 OK 哎呀我先停了这个 我开两部电脑 我怕他受不了 对 他自己说他是空培师 或者厨师 倒不如说他自己是一个 就是他叫传媒 他称呼他做料理艺术家 这样 那 因为他之前 他现在说他自己做 但是他 我看回他很多以前的 就是今朝大哥 是不是先了 那么短时间做那么多research 是不是真的 值得赞 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怎么赞 麻烦怎么赞 麻烦 是的 多谢 另外就是 他称呼他自己做料理艺术家 他在大学的时期 一开始就已经修读这个艺术 就是复修 后来因为爸爸反对才转读这个会计 至今也没有选他对这个艺术的触角 他说小时候喜欢读art 喜欢创作 厨艺其实读art是很相似的 都要有个personal touch personal touch的意思就是 你有个个人的触角 例如我做直播的 每一个直播的网主 其实他们有自己的个性 有没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又或者是 我怎样去显示我自己的个性 这些是personal touch 是不是 因为你不是冷冰冰的 你把一篇文章或者报道 读完出来没有了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支持我 是不是 谢谢 好了 他说要有自己的sense 自己的执着 做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 放诸四海皆准 就是这一样东西 好了 他说美国联系了记忆 在他小时候 令到他最记忆由心 就是至爱美食 首选就是雪糕 他说小时候第一样美食就是雪糕 记得是爸爸小时候 会带他四处到处找食物 又去一下旅行 很记得第一个吃的就是 雪糕在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 迪士尼 那个很简单的运尼娜雪糕 有拳头那么大 很好味 拿着来遮住半块面 第一次做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看得出他和他爸爸的关系非常好 他说吃甜品当然不单只是一个甜味 吃甜味之后就会再品尝到酸咸 平衡味觉 他说甜酸苦辣就好像做人一样 会经历很多重滋味 在三年多前 这个报导的时候应该是 好像 我忘记了这个报导的什么时候 就是在几年前 几年前的时候他爸爸就过了身 然后他自己就决定了 因为他爸爸过世的时候 他觉得是其中一个较为苦劫的味道 在他早几年经历这些不开心的时候 终于在结果他看到他爸爸就走了 走了 走了之后他觉得 哎 什么都没有了 唯有是疑似的记忆伴随着他 形容他爸爸好像他的朋友一样 在他身上 好像身上一块肉 带着这几年的伤感 自从他爸爸走了之后 决定了放下这个婚礼统筹师 wedding planner 这个工作 转投了料理世界的怀抱 积极将他做回自己喜欢做的事 直至在2015年做厨的决定之后 因着对港球精致的法国赛情有独钟 选读了法国厨师会举办的法国赛课程 创作了食得的艺术 兜兜转转 学厨和艺术 都是他自己的心头号 亦都说了 他在美国寄宿读书的时候 在美国人的家庭里住 他自己觉得食物是很单一的 开始想一下如何学煮食呢 那时候不是很多互联网上的影片 在读书的时候 其实都是大约十年八年之前 他在短短十年八年的时间 已经成为了一位 有这么多不平凡的经历的一位美女主厨 他当时说回他在美国读书 觉得食物这么单调 他在厨房边学边做 又不懂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妈妈 然后煮西餐 偶然放弃了 就没有来学中菜 他说很记得自己 学过煮糖醋骨 到现在都很喜欢 那边就没有糖醋 震肝醋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自己用白醋加糖去取代 其实煮食是真的 为什么有点天分 如果你手上没有那种材料 你要考虑食 有什么可以取代 其实煮食可以看到人 如何处理人生 因为我昨天 你看到我今早好像有些影片 我的电脑就弄好了 我换了底板 motherboard 然后CPU就换了 暂时的电脑也是OK的 好了 当我弄碰了东西 我拿回电脑回家 发觉 屌然 那个keyboard的蓝牙 就漏了在店铺 我现在还未知道 但幸好我还没买一本新notebook 其实我没有了蓝牙的keyboard 我做事很不方便 那算了 我开了notebook 我用notebook来做事 所以你今早才看到那两条影片 意思是 你做人做什么事都好 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发脾气 或者想想死你一定不行 你不要和自己说一定不行 我的格言就是说一定行 看看你用什么方分和时间 所以11万订阅 12万订阅 20万订阅 100万订阅 是我人生的目标 多谢你们的支持 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好了 继续了 多谢你们 OK 好 接着他说 当时他没有震光醋 用白醋和糖去腿袋 慢慢煮成 他妈妈知道他这么喜欢煮食 寄了很多香料 好像花椒和八角给他 他的妈妈和婆婆的厨艺都很精湛 在他们愚而木耳之中 他似乎将煮食的基因 的因子 传递 遗传给他 不愚之后就做了一个短时间 很短时间做了一个会计师 然后是四年的统筹 分离重筹师 然后他的职业还没有沾上厨师的帽子 韩国有很多地方去 所以韩国没有去 日后下来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去 尤其是你知道我会去马来西亚 喂 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好 哈哈 我会来探你们 借票好吗 首先我会借了香港的票 我会找数 会找10位 经常 喂 Cindy崔做什么 她说 很喜欢你讲这个节目 上次你讲过关于面包的题材 我很喜欢 下次希望你也可以讲一下蛋糕甜品的题材 你说得很好 多谢Cindy崔 各位网友 其实by the way 由于我现在一开始加了网友的留言 其实我现在你们能够启发我 其实我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会加一个环节 就是你们可不可以留言 在我直播完了或者直播到 可以 但是直播留言我可以容易看回 直播留言完了在短片里留你们想听什么题目 因为你知道其实我的强项 我真的觉得我的字敏我一点都不聪明 你看这些真是聪明人 这个Hilda 我这些我叫做勤力的 如果你们有什么话题想我讲的 你留言告诉我 我做research 我和你们分享 和你分享之余 和其他有兴趣这方面的人分享 我相信你们的提议是非常宝贵 和有价值的 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冲破11万12万 或者20万 30万 40万 我任何的成绩都是和你们有关 因为我们组织了Youtube 这些频道Smart Travel 是一个类似一个社区 而我每天做的节目 尤其是早上的部分 以一个生活八科 一个生活雜誌 即是生活生活生活类的雜誌 去做我的直播 所以我麻烦你们 如果你想我讲 找什么资料和大家分享 你们记得要留言 因为你们喜欢看想知道的东西 我去帮你找材料 令到这个节目更加丰富 所以你们是一部分的 这个Youtube频道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主持 而你们才是幕后的导演 OK 多谢你们 OK 好了 继续讲完 他说 未入行之前很喜欢找地方吃饭 正因为如此 无意之中 认识了很多不同的米芝莲大厨 更加对生命打开了一个遇上百乐之门 所以你做任何东西 你要有激情 有热情 有热情 例如他很喜欢吃东西 吃东西的时候 他自己选择米芝莲 其实他选择高级的餐厨 即是米芝莲 但我觉得好像我这样 我去马来西亚 去Penang的时候 我主要选择大排档 你猜大排档 你猜大排档就没有师傅 什么叫高手在民间 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够贴地 你明白吗 我不是走高档路线的 所以这些人经常说 我有时候讲粗话 你不喜欢你就走 因为我明明是买草根 对不对 但是这样 虽然我自己是草根 但问题是 你叫我说上流社会 或者高级餐厅 这些细节的东西 我都可以告诉你 没问题 因为以前在航空公司受过训练 而且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做这个资料搜集 你想知道什么 喂 死了 有人打电话给我 哈哈 好 他们真的很有责任感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呢 我漏了那个东西 也不是他错 也不是我错 因为他花了很长时间 只是收我很便宜的维修费 不是因为他知道我做YouTube 他很久很久才知道 但是一直以来 放诸四海皆准,无论做什么行业也好 其实你是要有那种热情和热情的 我相信你们认识了我一段时间 都知道我做事很用心和没劲力 他说他自己在最初他未进入煮食的行业之中 他周围去到哪里旅行 就会去那个餐厅找餐厅吃东西 接着又会认识到很多米芝莲的大厨 在他的生命之中打开了遇上百乐之门 You never know 就像Hill Grant的《Forest Gum》那部电影 他有一句名句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什么? 我忘记了那个金句 意思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不知道下一步会遇到什么人 什么贵人 意思是这样 Ocean应该记得他的金句 我想晚一点就找回给大家 他说他第一个百乐就是米芝莲的升级大厨 Maxime Gilbert 他这个人就是第一个给他机会进入厨房工作的厨师 世间有一种叫做吸引力法质 我相信这件事也是在YouTube频道的Smart Travel也吸引到 甚至乎我去找做电脑的店铺 他的老板和他的员工都很用心 而且他真的不是骗你钱 而且他真的是很合理的价钱 我不是我要给钱的 但是他真的是 我光顾了他这么多年 我不是跟他买广告 他没有给我的好处 他叫我用心帮我弄 我就很欣赞 无论你在社会上是做什么职业 只要你把你的工作做好的话 你用心做的那些客人是会欣赞的 我自己很感恩那些人 做事这么认真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接着他说 他们去一些活动 会主动介绍其他嘉宾给他的 越识就越多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他肯学 之前又不是做料理这一行 但是可以放下一切 因为以前上班 漂亮的女孩 要穿一些高山鞋的裙 但是他说 那些人看到他 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写字楼你都不做 特意走进厨房 换上厨师衫 搞到自己的衫 骗骗骗骗 接着可能有机会拉到自己的手 你知道 以前我们做事的时候 有些人说 哎呀我不做了 即是拉到我的手 扭扭 这些女人的手 很漂亮 很白 他们不喜欢进厨房 但是这个女孩又不同 因为太爱煮东西 和他个性 很喜欢笑 很开心 令到不少的厨师眼中 觉得他是会开心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他每一次 当下 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的 但是神奇的事情 往往 令到他遇到的人生 很多的机遇 之后 他更加有机会 认识到 国际级的主厨 即Yan Kenko 欣文达 Martin 令到他接触到不同的料理项目 介绍了很多贵人给他 Yan Kenko 都是他贵人 主要是因为他美女 是不是 你如果找个男人 Yan Kenko Martin 有没有介绍那么多人给你 是不是 我刚才说 我家的彭师傅和他 上过在美国的节目 但他当时 剪掉了一个 wide shot 只是拍他的手 你明白吗 叫他上去帮忙 都是一种荣幸 能够上他的节目 这样 好了 他亦都说 他说 他问Martin 欣文达 为什么你会帮我呢 然后他就说 早猜到你会这么问 我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人家不知道会联想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些好像此地无人三百两 然后他说 Hilda 你知道 其实你跟我好似的 他说他本身是由香港过去美国 本身也不是一个厨师出身 他在偶然的机会之下 才到现在这样的成就 他亦都益述 英文达初时 在餐厅做一个兼职的厨师 有一次电视台的攀任节目 厨师突然之间有事不得闲 节目的监制是他好朋友打电话给Martin 叫他帮忙 他一口就答应了 起初他连镜头都不敢看 不断说了一大烂餐在镜头面前 以为只得一次 谁知道隔了两个星期之后 电视台就找他 观众很喜欢他 要求他再拍第四集 多拍四集 之后就展开了他电视里面 攀任节目的生涯 有这样机会主导的命运 同时他乡如故之 因文达就从Hilder身上 看到自己的影子 帮他一把 成为了厨师的星徒 另外一个 无心插扭扭扭承音 遇到的猛人 就是这次命运牵引来自 法国厨师会的主席 Mr.Robert Fontana 就是他其中一个的白鲁 那次他邀请了Hilder 去一个活动 看看别人的比赛 当是学习 那次入了回所 四周围的人聊天 主席Fontana 就更加 不知道他身边是什么人 他就说了 Fontana就说 这个你和他聊天的 是法国皇宫 煮食最厉害的位置 听到这个人的身份 是愚处 照样大无畏 他反而 怎么说 不会说有些女孩 可能鬼鬼祟祟 会怎么样 但是他知道对方 是一个愚处 是一个 为总统煮食的话 他更加觉得 没什么事 照朋友聊天 反而这一件事 是令到别人欣赏他 并且 那个人问他 你有没有兴趣 去这个皇宫里 煮食 他竟然 一口答应了 他说 简直是死而无憾 另外 其实他在2017年 也加入了 谢霆锋 的风厨 班底 第一次和谢霆锋 合作的时候 是一个慈善活动 内容是 炒干炒牛河 他干炒牛河 并不是想象中 做得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煮得好的 因为他一向 学习法国菜 很少接触中材 更加不会在家 用锅炒干炒牛河 所以 锅气是不足的 但是 他自己觉得 当时他对干炒牛河 一笑匹通 但是 刚好他朋友 就是 家人开餐厅的 也是会炒干炒牛河 10碟干炒牛河 试过10碟才知道 是怎样可以拿捏得最好的 在近年 谢霆锋 被人最深刻 很多时候 他在 朱古力 朱朱古力 Hilda就说 其实朱朱古力 并不容易 因为 朱朱古力 是朱朱古力 无论力度 速度 姿势 都会影响成果 所以很多人 只是看到 影片 谢霆锋 觉得朱朱古力 浮夸的动作 其实当中 是有原因的 他自己也很尊重 谢霆锋 即使 他是一个 很忙的 艺人 仍然很愿意 很用心地学习 如何攀调 是一个完美主意者 他记得有一次 霆锋 因为 搞到一些 煮食材料 的时候 他上面 是贴着 请蜜触碰 那个时候 他还要 觉得 他要 角对角 有点强迫症 他 看到霆锋 偷偷笑 霆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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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 一丝不拘 当然 两个 近 近40岁 我估计是30多 霆锋 霆锋 也是30多40岁 这两个人 其实你可以看到 煮食里面 是一丝不拘 都是 这么有要求 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范畴 那个范畴里面 都是有所成就的 OK 他说 很多人 霆锋 霆锋 那里说了这么多 他说未来有什么计划 他正筹划自己一些品牌合作 制作一些食谱或菜单 亦是赞写一些美食的专栏 在网上的雜誌 亦是找他 找一些相关的饮食的短片 他自己和一些餐厅合作 希望和其他厨师的crossover 作为一个新尝试 至于会不会和亭峰在各方面 继续合作 暂时买个关子 也希望令到观众很期待 同时他现在在香港 在搞 pop up 店 我相信 当你们看完我今天介绍这位 陈晓华Hilder之后 以后你看一些 生活杂志 或者一些 不同的传媒报道 对一个出示香港的国际名署 应该是有更多的认识 我在这里 觉得 这个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 生活百科资讯 以及一些 娱乐新闻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不过 在我节目完结前 我待会就要去湾仔 拿回那个 蓝牙USB 另外 无论是亭峰 无论是这位陈晓华小姐 其实 阿柏豪那些走到哪里 当然那些是大茄来的 这个说话是不关他事的 我觉得 大家 看了 看了我的影片 直播之后 我希望每一次都带一些新的资讯 以及 总结 总结就是说 如果 无论你是做任何的职业都好 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已经 想了一个年纪都好 其实 学习这一样东西 没有说 多少岁才开始学 最重要是有什么 有心 所以 OK 我好像有一个故事想给大家 等一下 我好像 送一个故事 一个心灵鸡汤的故事给大家 在我的节目完结前 好吗 先看看 我找出来 好了 这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故事是说 有一个外国 美国的农场的男孩 他很喜欢爬山远处 有一天他捉了一个爬山 爬山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鹰巢 里面有一只鸡 他就拿着这只鸡蛋回家 然后他就放了一只母鸡 他挺有农场 他就放了一只母鸡的旁边 同时就和很多鸡蛋在一起 因为鸡窝里面就敷了出来 这只小麻鹰自认为自己是一只鸡 他由鸡妈妈学习鸡的动作 在鸡的圈裙里面 其他的兄弟姊妹一起 做鸡的动作 和他一起生活 根本对外不知道很多事情 他有时就会感觉到体内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量 将自己搞乱 究竟我是不是鸡来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鸡来的 那个鸡就这样问自己 不知道由何时开始 他已经忽略了 强制着自己这种里面 去怀疑自己是鸡的感觉 如果他自己是一只鸡的话 他应该表现是一只鸡 后来到了有一天 有一只鸡就在这个农场上飞过 鸡圈里面的鸡也是仰望着 目光随着刚刚飞过的鸡 这一刹那他意识到自己 原来他自己是一只鸡来的 所以他很想高飞 但是他想飞的视线 在远处的山峰上面 他张开了翅膀 但是他比其他的兄弟姊妹更加大 强壮得多 突然之间他明白到自己 原来我是 为什么我一直以来有一种 这么奇怪的感觉 在我的心里面 原来他发觉自己是一只鸡来的 他以前从未飞翔过 但是他拥有这种能力和力量 本能 他再一次就震起翅膀 拍起翅膀 起初有些遥遥欲罪 好像很不平衡 但是当他再尝试的时候 他真的可以实现了自己 发觉真正的自己 原来他真的可以 好像其他的鹰 傲长万里 神彩飞扬 里面其实 有一个美国的歌词是这么说的 当你发现自己只是 用了生命的一半的时候 只要你去 开发自己的培养的潜能 你另一半的潜能 都会慢慢地 浮现出来的 千万不要给任何 你的岁数 你自己以前的经历 去阻碍了你的潜能 你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 而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 只要你每一天都陪我一起 YouTube and do smart travel 每一天学多些新的东西 去开发自己的兴趣 你都会 好像一只鹰那样 I believe I can fly OK 好没有 I believe you can fly too OK 好没有 这个是这样的 I believe you can fly You and me can fly I believe you and me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好啦 你们就是陪我一起去飞场 去这个世界各地 去涉猎其他 我们未认识 或者未接触到的资讯 好吗 多谢各位 You are the winds beneath my wings 我们一起飞 好吗 多谢 多谢 好啦 我现在要出去啦 你们在我的影片 结束之后留言 好吗 OK